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是法国的一个历史学家阿里埃斯写的 我们中国的翻译叫《儿童的世纪》 他的这本书的有意思的一点 也就是说他专门强调了在西方儿童观念的一种变化 也就是说在中世纪的时候 那么儿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 儿童跟成年人生活在一起 成年人也不把儿童当一个特殊的节者 那么随着人们这个观念的变化 儿童越来越受到西方社会的重视 然后通过学校的教育 把儿童跟成人的社会完全隔离开来 那么等到儿童再要回到成人的社会 它有一个再生意的过程 由于儿童观念的这种变化 家庭的亲情加强了 家庭亲情加强以后影响到家庭的大小 影响到人们对声乐的一种观念的变化 也就是我们现代性的一种变化 那么这本书还是蛮有意思的 里面还有一些关于欧洲中世纪游戏的发展的历史 也都是满值得已读的一本书 正如沈杰老师所介绍的内容 儿童的事迹通过展示游戏 礼仪 以及课堂设置的变化 追溯了儿童的历史 因此成为儿童史和家庭史的奠基之作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你也希望激起来的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书籍的话 先来找一下方式联系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